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的资金断崖式下跌 很久没见过这么清楚的东西 昨天联储局开会我都害怕 这个因为我们上星期也说了 A军制作的封面叫做美元末日 因为环境很相似 其实是很危急的 联储局今个星期就行动了 影响所及的资金就跌到无影 如果你有跟我们的节目 我们说资金的升势就完了 早两个星期已经说了 你可以看这节目 Bitcoin的节目 看看有提醒你们的 另外就是看看联储局做了什么事 原来它是紧缩 紧缩有很多原因 又有通胀厉害 又有银行水浸 搞不定 情势就很危急 我们先看看它 有什么事先说 虽然情势这么危急 但是它买债规模不变 A军 这件事真是令我想了很久 迫到头都穿了 它又不少说要加息 接着又说买债规模不变 虽然提早加息 但是真的好像对它所说的 压制通胀没什么诚意 是啊 其实上次的问题 不是说发债发太多 现金太多 银行就水浸 其实这个发债的情况 理应它是预见到的 这个就很奇怪 就是它可能 到派钱批了 它是详细的行政工作 批了它才卖国债也不迟 它反而做法是 国会通过了发债卷 它是零零零零零零 然后慢慢才会派 那些钱是谷爆银行系统 似乎这个操作 有些可疑 为何要这样做呢 为何不是派到才引债卷呢 所以这次都奇奇怪怪 我觉得这次的户休声明 是的 我有个想法 其实 叉开一点点 其实 以前的股票跌 它就印银行的 我有点怀疑 这次是调转的 印了先跟着再散 那就无弱可救了 我们之前都有说过 因为 可能这次 如果有这个 下一大型的危机 出现 就不用印银行 反而呢 现在就先派银行 那次序可以调转的 这个可以大家想想 看看昨天的新闻 为何整个翻天覆地呢 那么 个人消费的支出 那些官员就想着多少 原来有些官员估了4% 今年通胀整年 美国 那么 阿耶伦说3% 今年有3% 阿耶伦算是 最低要求 最低通胀预期 一般达官的人 都估3.4% 3.5% 其实 除了今年之外 有些人最害怕的 不止是今年 是4% 可能以后 三多年的时间 都要维持着这个水平 因为 有些人在批评 联储局 他们是太乐观了 因为 他们到现在 都不想承认 濫发货币的责任 是啊 你看到他们 开会的预期 想着明年就正常回来 去到二岛 你见不见 挺乐观 可能这个叫乐观 通胀只是一时 这样的意思 他们的想法 好了 接着 开会的结果 你经常看新闻 点阵图就是这点 我自己给你看一下 这个点阵图 就是参加与会的官员 他们会预期 联储银行的 不同的大班 他们预期 22年年底 23年年底的息口 会是多少 一点就叫做一票 这样的意思 其实 都有不少 都有成七个 联储银行 都认为22年 都会加息两次 已经22年开始加息 大概有三成的官员 这样想 新闻就拿了二三年 其实 我估计会早点 倾向早点 因为跟操作有关 之前的节目说过 我就倾向头这一点点 如果我是联储局官员 我就在这里了 好了 好了 那些大行员 又是很厉害的 那些大行员 是不是A军 哈哈哈哈 他们不是特别厉害 因为他们有份搞的 那些东西 是啊 又是有组织 没有乞业了 那些东西 一早就 曝光 不过他们 就不是只规避 这两天的大市波动 其实 其实他们 是想着 拿现金 拿现金 他想着如何呢 他想着如果加息 坐现金就高息 然后 股票 资产又下跌 有现金就可以抄底 喏 我很久之前说过了 我想这个 这个 财经ABC 这几集都说过了 现金的用途 就在危急的时候 打劫那些 水紧的人 这个人 这个魔通 准备这个青龙演穴 都成五千亿 啊 准备拿着现金 到时打劫人 就是换句说话 火烧后 的情况 将会是不久的时候 会出现了吧 是啊 要很有耐性 不是五千元 五千亿 以我 这样的想法 他起码都要坐一整年 明年尾 开始加 以报纸说 坐两年 哇 两年呢 都拿现金 那个回报 就很低的 所以呢 吃大茶饭就是这样 猎人是这样的 不是每天去炒的 不是这样 还不是耕田 大哥 做这个 投机者呢 其实是 好像猎人 有机会 就发一炮 打中 就日日翻 投资的东西 要有回报的 就是到其他人 全部 弃低了武器的时候 你才一下子 把他们的金银珠宝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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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因为阿斯君曾经见过 有些人 七成二十四 这样投资 结果就 当然是趴街了 不要这样做 你猎 你猜 所以等机会 所以不应该这么忙 做投资的人 这么忙是不对的 对吧 好了 我都在这里说 做投资的人 应该忙着看东西 但是出击 其实不用那么忙的 不要每天搞 大哥 不行的 每天搞的 事情你就要每天看 做的 不用每天做的 是啊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有可能 符合我的预期 其实 这次塌市 可能就不会引银子 有现金的 就杀光了 你个个都说美金 是厕纸 到时我用厕纸 拿着你把口 拿着你的东西 就这样了 他就想着这样做 看看他成不成功 好了 接着呢 我想详细一点 推理一下 跟A军 是不是这么有创意 A军 是不是 那四通电话 这个 四通 第四通 就是 近日 是不是 他们大概说了些什么呢 回来 因为有些朋友 可能四通 哪个集团来的 不是那个集团 是在说 刺刺大哥 在找我们中央选强 聊天那几次 这些 这样的对居 其实单单的新闻也有关 就是拜登在下面 拜登 26号就说 他一来就空了 这个 快点调查 这个病毒起源 9日之内交报 这个大家都听过 是 那说完之后呢 我当然是说 你不要说那么多 你的关税切除才说 我们都做了大半 是不是 你没有诚意 你只是我做 你不做 不用说 是不是 土价还价 难道你叫我做 你哪位 老板我也吞托 老板也出钱给我 他也没有出钱给我 只是空我 大佬 是不是 所以 就说不出了 接着 你见他 就说 戴琪说什么 拜登政府 老公 補贴 諸如此类 那些 所以又说 新疆 你看路 阿柳 戴琪估计 是这样的逻辑 90日 看时间就似是 跟阿柳说完之后 就空他90日 即是他加了注码 用这个COVID夹你 夹你你就好 跟我谈 跟我谈 第二轮又帮顺一下 但是阿柳就说 喂 撑 大家关税再说 是这样的意思 即是谈不完 是不是 跟着一年轻 90日之后 有东西看 你跟着你 估计就这样 为什么要保护你 那样 空你 官方就说这句 隔了这个 大概七天之后 就跟阿柳 耶伦 很重要的耶伦 我们一早都盯上了耶伦 我们的字幕 A君 耶伦 最大的正绩 就是加息 你们不看路 早就叫了你们 年头的时候 没错 一早跟你说了 那 官方就说这句 雲观经济 多边领域 合作交流 即是说了立场 什么意思 这些估计就这样了 喂 现在我不行 现在经济很不行 我们合作刺激经济 甚至乎 你买些美债也好 我一副都是现金 大哥 你帮忙买些 我不用印 那 阿柳就说了 我们的货币政策 当然以本国为基础 我估计是这样的 我们的货币政策 是符合本国国情需要的 对不对 那你不碰我 我引起什么事 罗俗就是这样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兇他 就是买我多些农产品 然后说 你搞好货币就买了 然后就兇他 他说 喂 俊仔 我要你买我国债 我符合我自己的国债 就买了 因为农产品那些 就像是大奇说的 那耶伦就像是买国债那些 那些 或者刺激经济人 那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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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完 做这个货币 就说这些 就说这些 买国债 那些 橙色那些全部作的 对白纯粹 不是真实的吗 我觉得很真实 我推你 是 俊仔 你看这路 我死你都是揽炒的 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是常常说的 他们说 我死你要死的 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 二号的之后组来的 那你看二号 那些铁矿 升到老美都不认得了 大概是80多元的 老美的意思是 美国自己都不认得 为什么会这么高 是啊 因为我翻查过 这个铁矿 是很重要的入口的商品 这个中央市场 那你 敬酒不喝喝佛酒了 这样就 我估计它有关系 你不买我农产品 又不买我国债 我就跟你揽炒 我就把你最重要的 其中的商品 踢到老年那么高 是啊 你不在那里 拿钱到我那里 我就在那里吃你 小子 是啊 那你都通胀 你不停做这个基建 那些美金不停留给我 我都夹包你 所以铁矿很明显 就有上升的压力 你看看二号 二号收市 二零九点一二 特意找你 这个 就不停一折折上升 这些东西是这么看的 大佬 还供求吗 你还看供求 一天有什么改变 为什么这东西会升到10% 那么醒了 不是这样看的 是这样看的 这样看完 接着就夹包你 好像 黑社会逻辑 好了 接着呢 就发脾气了 就是说 不肯卖国债 那我们又夹这个企业 是吧 六月四 那连环拳 如果怒得很厉害 你说 受不了我国债了 我觉得是弱石乱头的 经营而钱都不是 我就跟你揽炒 你不信我揽炒 是啊 他呢 不让你融资 中国企业 你呀 发债也好 印股票也好 不用支援了 就像香岛市场 这么活跃的金融市场 你都赚不到钱的 这样 然后立即派人飞去台湾 是不是 连环权利 这些 你断我国债水喉 我断你企业水喉 你不让我叫 不叫我大哥 我就把飞机过去 你打吧 笨 打我了 好了 如果你之前有看这个 本蓝 你也知道 其实在 这个 这个赤子大国 同渡富川洞 是非常之不合理的 打仗 因为一打即死 知道吗 他现在的负债 对这个GDP的比率 是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 我们已经很多集前说过了 这个人已经 没错没错 130% 其实是技术破产 所以现在人们在想 你如何收科呢 现在其中一个 就是说 通账收你皮 有人就这么说 我们再看看是否 好了 这样呢 夹了他 出了几招连环权之后 来到商务部长通话 什么意思呢 商务部长 就是要 推动贸易投资 刚才我就贸易 戴琪就贸易 肯定是讲制裁 肯定是讲贸易协议的 之前特朗普买湿米的 常常都要我们吃粟米 都不知为什么 不要来了 总之就买些湿米回来了 对不对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给你解释 你怎么解释 因为我produce得多 那你吃不吃 你都要买的 那我们唯有买来 给猪猪吃 没错 原因不是因为你喜欢吃 是因为我produce得多 唉 我们就想办法 给猪猪吃 对不对 没错 那就是 那商务部会说 谁投资 不要限制我们投资 开放你的市场 给我们抓费 对不对 你不要说 我要一半以下 我要做大盘 就投资入中央市场 中国当然是保护产业 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 你都知道 我们人均的GDP这么低 你看我们这么窮 那些电视台都说我们 多贫穷 我们中央市场 对不对 还需要发展 对不对 说完这些东西 likely 是这样 所以你发现 几天一次电话 其实就是 说些东西是不同的 你看到对口 总之要的东西就不同 我觉得目的都是一个 就是要逼你去做我想做的东西 就是要买我的东西 买垃圾 给真金牛买垃圾 对啊 又是用不同途径去识你买垃圾 所以我们这么试困的 财经ABC节目 其实 说到底都是 美国太窮了 从特朗普开始 我们都说 原因都是因为他窮了 才做了这么多东西 但最后呢 对啊 我弄漏了最后那次 最后那次呢 竟然美国国务卿是谁 波林肯 竟然开开G7的途中 打电话给 给杨洁篪 这个是最高级别的了 对啊 因为老鼎都已经在那里 扮着Friend 做事的最高级别的了 你想想 之前说的 都是各个方面谈 去到这么高级别 在G7那里呢 他就说什么呢 他就说了 肯定说了 年轻 你不合作的时候呢 我们搞你新疆和台湾 和香港 我应该在G7开会之前呢 就先空中央市场了 我完全相信了 因为其实呢 G7出来的那句 会后声明 都是围绕着这三样东西去说的 是啊 是啊 不过呢 其他成员就好像 不太想明目张胆 所以他就说 我们都是注意呢 生产链里面呢 有没有这个 强迫劳动的情况 他就不说谁了 那样 其实呢 布林肯呢 空他的一招呢 好像都会空不到啊 他就 你想一下 其实他 他G7开会 都定不到结果的嘛 如果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把兄弟在门口 蛤 我们就会这样做的啦 那空倒你就不用拗了 在里面 如果你软化呢 如果我们的 羊羊 老虎羊 是不是 我们的老虎羊 态度不够硬正呢 那他呢 布林肯呢 就说 喂 他流流的啊 我们呢 去尽点踩他 应该是这样的 摸底先 去尽点踩他 你明白 去尽点踩他 那猪七那个 就不会说 有断WiFi 不知道什么 那段出现的 查一些时间 应该是打了给老虎羊 才断WiFi 你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无论谁是因谁是果都好 都说 源于一样东西 就是 他得眼你就不敢欺负我 就是 毛主席说的 是不是 打得一拳开 免得八拳来 这句 是他说的 不要说耶稣和孔子说的 是呀 毛泽东说的 是呀 因为你不一下子震着他 他就不断打你 其实很麻烦的 所以你看一下 其实呢 这些是拳来脚网 没有停过的 我想给你看一下 那些新闻大把是拳来脚网 接着 他都说不定 6月5 6月4 6月5 6月8 其实6月8 这个故事应该是前面的延续 就是耶伦这个 和商务部这个 限保贴 因为中央市场那些科技 发展得很厉害 就来赤子大角 都没有定期了 是不是 其实说真的 虽然我们中央市场的军费 低过这个 赤子大角很多 但是你想想 中央市场用的产品 是淘宝的价钱 而老美那些 赤子大角用的产品 就不知道什么价钱 所以 还有啊 他只是派进去 这么多个基地 出粮 搞麻烦 都已经够死了 我们就是守住我们那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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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们那些有朋友 总之想完都没眼看了 所以呢 其实他是另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是限我们补贴 接着他说呢 补贴就什么什么 但是呢 说不定中央市场 中央市场都要求发展 是吧 我们落后 做人最重要不要承担 你中国人就要谦虚了 你拼我的时候 我会说 我是发展中国家 你干嘛拼我啊 是啊 我们政府不帮那些企业 我们很差的 那些企业 你明白吗 我们做生意又困难 税又高 那些人又窮 是不是 那我们不贴那些民众 他怎么可以 事业发展上来呢 是不是 好了 所以呢 既然这个老美 搞不定了 那我也贴了 其实这个我也贴了 你听过这个 是不是 有这个2500亿的 高新科技的 創新基金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说明 针对这个中央市场 真可憐 中央市场要不知什么 是不是2035 成为产业大国 是不是 我们就狂扔钱了 他的钱不用赚 你印的 多少都可以了 你印吧 只要有人买就可以了 只要有人买就可以了 我们就发财了 只要割债有人买 我就可以无限印的了 要什么政府扔钱呢 钢铁又吹两嘴也有 这些钱 我才不用这样 真是 不要管了 所以呢 6月11 你看6月11 是什么来的 6月11是刚好 商务部讲完话之后 就讲的 就是这个 反外国制裁法 那些老外去到这个中央市场投资 最怕是什么 你猜一下 最怕的是抄家 我觉得那时候 什么 那时候叫什么 叫做解放的时候 上海滩那个 汇丰那个大楼 都被人抄了家 是吧 是吧 90%的资产 市场没有了 是啊 所以他96年的时候 就牵涉回英国了 整个故事是这样的 由于是这样 所以香港才衰到03年 其实这个 这个再说 所以最怕的是抄家 那呢 简单来说 反外国制裁法 可以 导致到相关的企业 在这个中央市场被人抄家 就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 就会导致到 是啊 所以这一招呢 其实可以说是 冬出来 就等些 赤子泰国不要乱的制裁 因为他乱的制裁 他的企业 会 lobby 他告诉赤子泰国 喂 你搞还搞 你烦到我啊 我交很多税的 我抄家 还有得税交 没有也没有一条 是吧 의owy 所以我们这个 要求发展 和继续开放 为什么这个中央市场会继续开放呢 继续开放 继续派钱 继续派钱 就令到世界各个的朋友都离不开 我们中央市场一定要做朋友 对吧 就是这样 好了 权取角网 你说没有停過 在过过去 五月二十多日到现在 天天都搞 也不知道那些个人是做这么多的事 你有你想过 这些都是很高层的官员 美国的高官就只是搞大陆 隆着来的,天天有片开 这些人可以回答你 因为真是一将你当作第一敌人的时候 全国家里面最精确的部队就在弹桥去动你了 为什么呢?从上至下别有用户 谁跟我砍了一刀,想十万两黄金 每个人都摸到去啦 是啊,天天都偷偷,三天就来一转 这些真是怎么搞,没搞好份 好了,接着 瑞士银行想,哎呀人民币这么厉害 几个月之内就升穿6.3元,这是什么时候呢? 昨天说的,谁知道就打脸了 立刻一个拖鞋拍到脸上 为什么呢? 因为姜濤的粉管图,对不对? 其实他是一个中银证券的经济学家 他说,喂,虽然我们想升值而已 你也没理由直线升,大哥 哪有这样的呢? 是不是这样做? 直线升就惹了很多炒家 如果是高度的传值 那别人会会超过很多时间 是啊,所以升升跌跌才可以 所以为什么我们炒家 明明是看对的了 硬是被人拖几下 有些爱怨前面的故事 明明就是我女儿,又不是 又不是,又不是,又不是 为何这么复杂呢? 就是因为不可以直线 直线的成本太高了 好了,这个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自然你会猜到 接着呢,联储局又这么说 昨晚,接着呢 接着呢 这个呢,其实拳来拳往 没有停过 连续三个月减持美国国债 陰功 你看这个呢,就是中央市场 中央市场呢 其实第一个月赚了很多美金 第一季赚了很多美金 好像中央市场 每天赚了不代表要买你的美债 对呀,真的很厉害 赚了些钱就是做这样 总之就不帮衬这个美债 死都不帮衬 所以善子大哥 要这个黑衣兜过来 叫你,喂,年轻 磅水啊 咦,其实有可能呢 那些现金这么多 都是中央市场出入口的那些钱 就扔了他 不要理,不过应该不会的 应该不会存在这个美国的系统里面 好了 那么日本就继续吃了 对不对 那些市场不吃 那赚子大哥又要 有人买他的债 那不是找你这个櫻花国找谁啊 你多钱兼且没有防御能力啊 是,真是 所以为什么櫻花国印的银子都没有通胀 你这班经济学家 他印完之后买了美国国债 那些钱都没有流出来 怎么通胀啊,大哥 又等同呢 赚子大哥那些货币 原本就应该收工了 不过这个櫻花街市帮他吃了嘛 是啊 如果这次的斗争 这个中央市场输了 中央市场就不断买美债了 我跟你说 今天的櫻花街市就是 如果这个斗争失败的结果 中央市场 最具体形象化地说 即是呢 这个情况就是 赤子大角碌卡 櫻花街市埋单 如果这次中央市场 站不硬啊 埋单那些都是我们中央市场啊 跟着呢 我们不停地向大家推介油 升到差不多直线了 已经 其实昨天又再一点 一路上去了 七十二个多了 比上周上升了三元 应该差不多 是不是 因为有的进度良好 铁矿石 简直是很厉害 是不是 好了 跟着呢 我们呢 那个这样的 update 就差不多了 所以市况非常混乱 但是呢 其实呢 都是呢 逃不出赤子大角的套路 就是 它怎样 是隐瞒自己印出来的赤子 这件事呢 可能 我们下一节再说 怎样 怎样做呢 所以 我们这次 就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就深陷这个屠龙阵了 那到底我们怎样突破屠龙阵呢 下一节啦 哈哈 拜拜 拜拜 拜拜